在关心了财经产业的部分 台积电近期不断在南台湾购厂 让外界出现各种猜测 今天台积电的总裁魏哲嘉首度 在台积电技术论坛上透露 自家最新的新制程时间轴 魏哲嘉不准曝光了强化版5nm量产 跟3nm市产提前到明年 4nm制程发展定在2022年 就连外界最期待的2nm生产研发地点 都一次公开 进展先报告 进展不错 符合客户的要求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 6月初就在股东会上 透露自家制程进展不错 25号更在台积电技术论坛上 公开最新的制程时间轴 魏哲嘉表示 目前台积电7nm已经达到 出货10亿颗精力的里程碑 5nm正加速量产 强化版5nm制程量产和3nm试产 进度提前到明年 2022年开始量产4nm 而外界期待的2nm 研发及生产基地将会落在竹科 由于先进制程都在南科 也透露出台积电今年内4度公告 在南科买厂的原因 而针对外界担心下半年 失去华为海思订单的空缺 其实早早就已经给出答案 如果没有大陆海思订单的话 我想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的其他的客户 都想要弥补这个空缺 不管是我们的空缺 我们产能的空缺 或是市场的空缺 美国禁令让麒麟9000成为华为末代晶片 不知挤爆了台积电5nm产量 紧接着还有苹果高通订单 让台积电5nm到年底前 都是满载状况 比起台积电晶圆代工的高度 不可取代性 中国政府强力扶持 甚至先前一度传出挖角 台积电工程师的红星半导体 却被官方爆料出现资金危机 即便就是武汉红星 有从台湾来进行挖角 但是在这个部分 其实还是相对的不足 那么再加上半导体的设备 目前主要还是掌控在 美系跟这个日系的手上 更何况在中国半导体 其实境内像是大基金 它的一个分配上 那么也是会有所谓 强势资源这样的一个情形 根据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政府 发布报告的上半年 东西湖区投资建设领域经济运行分析 武汉红星被列为特定地区投资 面临挑战的首个案例 表示存在较大资金缺口 随时有面临资金断裂 导致项目停滞的风险 资金断裂让武汉红星 原本规划了87亿人民币投资告吹 不只产线规模大幅缩减 甚至因为未能付清尾款 台厂返薛也将卖给红星的特器柜 从厂局撤走 美中科技战持续延烧 让中国半导体产业和全球先进 制程技术距离越来越大 解采论苏维明台北才能报道